去年10月,纳尔逊会长邀请我们每一个人 用自己的方式回顾神复兴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的伟大作为 以此来展望本次2020年4月的总会大会 我和赫伦姐妹很认真地看待这项来自先知的邀请 我们想像自己和老约瑟私密的家庭一样生活在19世纪初 然后想像自己看着当时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 然后问自己,这当中究竟缺少了什么? 我们想要拥有些什么? 而我们希望神能提供些什么来回应我们灵性上的渴望呢? 这项富有意义的活动的结果是 我们意识到,在两个世纪前 我们会殷切地期盼一个比当时的人们对于神的概念 更加真实而且神圣地对神的概念能够被复兴 那项概念被隐藏在数个世纪的神学谬误 以及基督教领袖的误解背后 就如同神时常被隐藏起来那样 套一句当时一位著名的宗教人士威廉·钱宁所说的话 我们会去寻找神的父母特质 而这项特质被钱宁奉为基督教的首要伟大教义 如此的一项教义 会将神视作一位天上慈爱的父亲 而不是一名施行着严厉公道的严苛法官 或一名曾经参与地球上的事物 现在却在宇宙某处无瑕他顾的不在地地主 没有错 我们在1820年会期盼能够知道神是活着的 祂富有爱心而且容易清净 祂会像过去那样坦率地对我们说话 并且引导我们 是一位一想到会失去一个误入其托的孩子 就哭泣的真正父亲 祂绝对不是一名冷酷专断的独裁者 事先选定了能获得救恩的少数人 而让其余的人类儿女都深陷在罪法之中 不 祂将如同自己所宣告的那样 一举一动都是为了世人的益处 因为祂爱世人 祂也爱世上栖息的一切 这份爱将是祂差遣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最终原因 关于耶稣 如果我们生活在19世纪初 我们会警觉到 执疑救主的生平和复活真实性的声浪 在基督教世界中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会希望能够有证据的出现 来向全世界证实圣经中的见证 也就是耶稣是基督 祂确实是神的儿子 是阿拉法和阿梅嘎 祂是世人所能认识的唯一救主 我们最殷切的期盼之一 便是出现其他经文证据 成为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 扩大并增进我们对于祂的奇迹降生 奇妙传道 赎罪牺牲 以及荣耀复活的理解 这样的一部纪录 确实会是从天上降下的正义 从地下发出的真理 我们在观察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时 会希望能够找到由神所授权 并持有真正圣旨权柄的人 祂能为我们施洗 能够赐予圣灵的恩赐 并执行所有救恩的必要福音教义 在1820年 我们会期盼能够看见以赛亚 弥迦 以及其他古代先知动人的应许得到应言 也就是主宏伟的乌语将会归来 我们会因为见到神圣圣殿的荣耀在灵 而欢欣 祂将以圣灵、教义、能力以及权柄 教导永恒真理 至于个人伤痛 并且将家人永远地连结在一起 我会四处寻找获得授权的人 来告诉我和我心爱的派翠西亚 我们在圣殿中的婚姻是在今生和全永恒中被印证的 我们永远不需要听见或被强迫接受 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的这项悲惨诅咒 我知道在我们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然而我个人认为如果我有幸继承了其中的一处 但是派翠西亚和我的孩子并没有和我同享这继承的处所的话 对我而言 它就只是一间逐渐破损的小屋而已 关于我们的祖先 有些生活在遥远过去的人 甚至一辈子都没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会希望圣经中最公道而且慈悲的概念能够被复兴 也就是有活人来代替以世的亲人接受救恩的教义 我无法想象 有任何做法更能够辉煌地展现 一位慈爱的神对于他所有世上儿女的关爱 不论他们生于何时 事于何处 我们的1820年希望清单可以继续地列下去 然而福音复兴最重要的信息 也许是这些希望并不会白费 从圣灵中的那一刻起 直到今日 这些渴望已经开始成真 并且成为使徒保罗和其他人所教导的那灵魂真正的定谋 既坚固又牢靠 过去曾经的希望现在已经成为真正发生过的历史 也因为如此 我们才能回顾神在这200年来对世人所做过的一切好事 而我们又有哪些展望呢 我们仍然有尚未实现的希望 甚至在此刻 我们正在总动员地对抗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这郑重地提醒了我们 比一颗杀还细小100倍的病毒 足以让全体人类陷入困境 足以打垮全球的经济 除此之外 我们仍然期盼看到一个不受饥荒病毒肆虐的世界 看到一个不受贫穷病毒侵害的社区 我们期盼看到学生能在学校接受教育 而不是害怕被射杀 我们也期盼神的每一个儿女都能享有个人的尊严 而不会沦为任何形式的种族 族裔或文化偏见的受害者 而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 我们坚持不懈地希望世人 能更忠于那两条最大的诫命 也就是借由尊从神的忠故来爱他 并且借由展现慈爱和怜悯 耐心和宽恕来爱我们的灵人 这两道神圣的指示仍然是 也永远会是我们唯一的真正希望 他们将能带给我们的孩子 一个比他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好的世界 除了这些全球性的渴望之外 在今天的会众之中 有许多人都有着深切的个人盼望 有些人盼望婚姻能够改善 或有时候仅是盼望能够结婚 有些人盼望能克服习饮 有些人盼望误入歧途的孩子能够归来 而有些人则盼望各种身体 或情绪上的痛苦能够停止 由于福音复兴再次肯定了神 确实在世人中工作的这项基础真理 我们可以抱有希望 也应该抱有希望 即使是在面临无法克服的逆境当中时 也是如此 这就是经文中 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的意思 也就是说 尽管他有各种理由不去相信 他仍然能够相信 使他和撒拉 能在看似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 怀上一个孩子 所以我要问 如果我们许多1820年的希望 都能够在一道神圣之光 降临到一名跪在纽约州北部某个树林中的平凡南海的时候 开始实现 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期盼正义的渴望和基督般的渴求 仍然可以奇妙而且奇迹般的获得神圣之希望之神的答复呢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相信 我们正义的渴望 有朝一日将透过某一种方式来实现 弟兄姐妹们 我们知道 19世纪初的宗教中缺乏了某些东西 除此之外 我们也知道 今日宗教中有着一些不足之处 仍然无法满足一些怀抱渴望以及盼望的人 我们知道 各种不满正导致一些人离开传统的教会机构 我们也知道 就如同一位灰心的作家曾写到的 许多今日的宗教领袖 似乎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衰退 他们进而宣讲 使人自我感觉良好 却索然无味的神学论 宣讲无意的象征行动主义 宣讲精心包装的一段邪说 或有时候只是宣讲一些无法振奋人心的无稽之谈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世界正需要更多 而新兴的一代也应该得到更多真理的时候 就如同在耶稣的日子里那样多的真理 身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子里超越那些当初 身影到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的古代以色列人 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希望 我们确实就失去了最后的支援依靠 但丁透过他的长篇诗歌《神曲》 向所有旅行者发出了 关于进入地狱之门的这项警告 他说 来者呀 快将一切希望弃扬 的确 当希望荡然无存的时候 我们剩下的便只有在四周 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火了 所以 当我们退无可退 并且就像圣诗中所说的 求助无门 安慰也无求处的时候 希望的这份珍贵的恩赐 将是我们最不可或缺的美德之一 它会与我们对神的信心 以及我们对他人的仁爱紧密连结 当我们在这两百周年 回顾我们所获得的一切 并为许多希望的实现而欢欣的时候 我要呼应几个月以前 一位美丽的年轻返乡传教师姐妹 在约翰尼斯堡对我们所说的话 他说我们走了这么远 并不只是为了在这里停下来 我要用我的话 改述经文中最启发人心的告别之词 我要和先知尼斐和那位年轻姐妹同声说道 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 你们获得这些福音复兴的出手果子后 我要问是否一切都做好了呢 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 坏着完全光明的希望 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 如果你们这么做 父这样说 你们必得永生 我感谢我们在这最后 最伟大的福音集中所获得的一切 这是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福音期 对我而言 来自那福音的恩赐与祝福代表这一切 所有的一切 所以 为了向我在天上的父感谢这一切 我还要守一些诺言 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 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 愿我们怀着爱心 努力前进 行走在过去两百年来 照亮我们神圣盼望之路的那光明的希望之中 我见证 未来将如同过去那般充满奇迹与祝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期盼祝福的到来 甚至比我们已获得的祝福更大 因为这是权能之神的施工 这是拥有陆续来到启示的教会 这是无限恩典和慈爱的福音 我为这一切及更多的真理做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And as the hymn says Other Helpers Fail and Comforts Flee Among our most indispensable virtues will be this precious gift of hope linked inextricably to our faith in God and our charity to others In this bicentennial year When we look back to see all we have been given and rejoi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so many hopes fulfilled I echo the sentiment of a beautiful young returned sister missionary who said to us in Johannesburg just a few months ago We did not come this far to only come this far Paraphrasing one of the most inspiring valedictories ever recorded in scripture I say with the prophet Nephi and that young sister 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After ye have received these first fruits of the restoration I would ask if all is done Behold, I say unto you, nay You must press forward with a steadfastness in Christ Having a perfect brightness of hope And a love of God And of all men If you shall, saith the Father You shall have eternal life I give thanks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all we have been given In this last and greatest of all dispensations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restored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e gifts and the blessings That flow from that gospel Mean everything to me Everything And so In an effort to thank my Father in Heaven for them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May we press forward With love in our hearts Walking in the brightness of hope That lights the path of holy anticipation That we have been on now for 200 years I testify That the future is going to be as miracle-filled And bountifully blessed As the past has been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hope for blessings even greater Than those we have already received Because this is the work of Almighty God This is the Church Of continuing revelation This is the gospel Of Christ's unlimited grace And benevolence I bear witness To all of these truths And so much mor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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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